娱乐传奇,白露琴消闲泼水大战绽放友情光芒。 在11月11日这个热闹非凡的《夜晚你好!》 星期六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泼水游戏,成为当晚的最大焦点。 这场泼水游戏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娱乐体验,让整个演出更加生动有趣。 泼水的瞬间,场上的气氛瞬间升温,现场的观众也为之欢呼不已。 这场游戏的独特之处在与它打破了传统演出的界线,加入了更多互动元素,使得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。 整个舞台仿佛成了一个欢乐的水战场,让大家在欢笑声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。 此次泼水游戏的成功举办,不仅丰富了演出形式,更展示了你好!星期六团队的创新精神。 观众们纷纷表示,这样的新颖活动让他们更加期待未来的节目,也为这档节目增添了不少亮点。 这或许是一场泼水游戏,却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参与这场游戏的不仅有白鹿和秦肖贤,还有他们在娱乐圈中的一群好友,包括王鹤地和李雪芹等。 这次泼水游戏不仅仅是一场娱乐表演,更是一次真挚的友情展示,彰显了团队之间默契和团结的重要性。 白鹿和秦肖贤等艺人在游戏中展现了活泼可爱的一面,与好友们共同欢笑,场面热闹非凡。 他们的默契互动让整个游戏更加生动有趣,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一场充满温馨和欢乐的派对氛围。 在娱乐圈中,艺人之间的友谊常常被外界津津乐道,而这场游戏则将这些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王鹤地和李雪芹等好友的加入,使得整个活动更具话题性,也吸引了更多观众的关注。 通过这场游戏,观众们看到了明星们不同寻常的一面,更感受到了友情和团队协作的力量。 这次活动不仅为观众带来欢声笑语,也让大家见证了娱乐圈中的真挚友谊。 白鹿和秦霄贤在游戏中的互动着实令人眼前一亮。 他们的默契配合既充满趣味性,又散发着深厚的友情。 在游戏中,秦霄贤巧妙地运用精准的泼水技巧成功击败了白鹿,引发了一阵欢笑。 而白鹿则以他一贯的幽默风格回应,用一句搞笑的话语表达出对友情的礼节与包容。 这样的互动让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两位艺人之间的真挚友谊。 他们不仅在工作上有默契,更在游戏中展现出对彼此的理解和信任。 这种轻松而又充满趣味的互动,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愉悦的视听享受,也让大家看到了娱乐圈中真挚友谊的美好一面。 通过这场游戏,白鹿和秦霄贤用一种活泼生动的方式展示了友谊的真实和坚韧。 这段欢快的互动也成为整个活动的一大亮点,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温馨有爱的氛围。 这一幕不仅展现了他们在娱乐圈这个特殊环境中的彼此礼节与接纳,更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。 秦霄贤和白鹿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他们在跑男节目中的精彩互动。 在那个节目中,他们的搞笑表现和默契配合一度拉高了节目的收视率,也使他们成为了观众心中的一对活宝。 这样的互动使整个游戏更加生动有趣,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群艺人之间深厚的友情。 他们在游戏中展现出的开心、放松的状态,不仅带给观众欢笑,更让人感受到了真挚友谊的美好。 这种友情的体现不仅增添了整个活动的趣味性,也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欢快而温馨的场面。 在泼水游戏中,秦霄贤和白鹿的对决位引人注目。 为了不损坏白鹿的女明星形象,李雪芹始终手下留情,没有真正对白鹿出手。 而秦霄贤则毅然决然地端起水杯,直接泼在了白鹿的裤子上。 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秦霄贤的大胆和幽默感,也揭示了他在朋友面前的直率和真诚。 这种友情的表达方式,让人看到了娱乐圈中真实而不造作的一面,让整个游戏增添了一份活力和亲切感。 观众通过这场泼水游戏,不仅欣赏到了艺人们的激烈对决,更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真挚的情感。 这样的活动不仅拉近了艺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,也为娱乐圈中的友谊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。 白鹿和秦霄贤的互动展现了深厚的友情,他们在游戏中的配合默契,互相调侃却又保持着尊重。 这不仅让观众看到了艺人们的轻松一面,也传递了友情的美好。 而王鹤地和李雪芹的互动则展现了健康的竞争和友好的氛围。 王鹤地的挑衅激起了李雪芹的斗志,两人在游戏中保持了良好的互动,展现了娱乐圈中同行之间的默契与友谊。 通过这场泼水游戏,我们再次看到了娱乐圈中友谊的珍贵和团队精神的重要性。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行业里,这样的友情显得尤为可贵。 这场游戏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欢笑,更让人们感受到了艺人们之间真实而深厚的情意。 期待他们在未来的表演中继续展现出优秀的才华和团队合作精神,为观众带来更多欢笑和感动。 祝愿他们在事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取得更多的成功和成就。 白鹿与秦宵贤的泼水大战可谓是娱乐圈的一段欢乐传奇,展现了友情的力量超越边界。 这场游戏不仅让观众见证了两位艺人之间的默契和幽默感,还深刻反映了娱乐圈中人之间的真挚友谊。 他们在游戏中展现的互动不仅充满趣味性,更传递出一种深厚的情感,让人感受到在竞争激烈的娱乐行业中,友情是珍贵且能够超越各种边界的力量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